在十大廣場吃的這個Dry-Roll 很容易讓你想起一首歌叫 我在人民廣場吃這炸雞 我在十大廣場吃的Dry-Roll 晚上十一點鐘 我們現在要去找一頓宵夜 我現在住的酒店離Time Square 就是十大廣場 大概五分鐘的路 晚上優如白天一樣 雖然這裡有全百上千的廣告牌 但是這裡最高的一塊廣告牌 是一塊打的中文的廣告牌 在紐約的街頭呢 有一種非常有名的小吃 叫做Alang Food 翻成中文的話大概就是清蒸食品 在這邊呢可以說滿大街都是 那看一看在紐約街頭最有名的街頭小吃 長什麼樣 上面有各種不同的風格的食物的搭配 上這一種 雞肉 羊肉 還有 雞肉和羊肉的一種食物 我們點了一個 雞肉 雞肉 雞肉是一種裹的羊肉的一種餅 另外呢我們還點了一個米飯 叫Chicken Override 這兩種呢都算是在當地非常知名的兩種美食 這份是攝像師點的Chicken Gyro 其實呢他點的是Lamb Gyro 但是呢做的人給他搞反了 我點的那份是Chicken 這是一種在紐約街頭非常常見的一種街邊美食 裡面是用一整塊的餅呢 包著雞肉 包著生菜 然後包著這個是青椒 然後撒著這個醬呢 他們就非常簡單 就叫White Sauce 就白醬的意思 來這個是我點的 來這個攝像師點的包場 宵夜吃大餅 稍微有點頂 還滿押韻的 這個肉呢是用鐵板做的 所以你能嘗到一點淡淡的烤肉耶 我再來一口跟著舒傘 嗯 使用的是雞腿肉 所以特別的嫩 味道還不錯 它這個白醬呢使用的就是 我叫不上名字 他們都叫White Sauce 就是白醬 然後呢它的口味呢是一種 像是用美乃滋混合出來的一種口味 因為本身就帶著鹹味 所以 我不好意思再吃了 因為再吃的話裡面的肉就沒有了 一會兒 食醬汁就只能吃餅了 來換個食醬汁 來換個食醬汁 羊肉 還好我這個人不挑食 雞肉羊肉都行 它也是一種用的鐵板羊肉 然後呢 在下面呢 蓋了一種黃色的米飯 這個米飯 你看這個顆粒非常的長 比我們常見的這種中式米飯的 顆粒要更長 表面的撒的是一整層的羊肉 剛剛吃完是那一份的 因為雞肉放的那些少吃 我都不好意思吃 這種清蒸食品的米飯 最大的特點就是 每一粒米跟每一粒米之間的粒粒分明 這份是用四種不同的水果 打成的一杯奶昔 香蕉 黃果 菠蘿 草莓 現在混合出來呢 呈現了一種粉紅色 裡面呢能看到各種水果的殘渣還在裡面 很多人在時代廣場賣藝 有的人呢在這兒辦各種卡通人物 有的人呢在這兒跳舞唱歌 總之呢這個地方你坐下的時候 你給你的感覺就是 你能在這兒看到形形色色的 來自全世界各地的人 他們來到這兒呢 有的是牧民而來 有的人呢 是為了追求自己的夢想 有的人呢 像我們一樣為了追求一頓美食 總之呢這個地方呢 能讓你感覺到 一種不一樣的文化的體驗 雖然說在這個時候呢 人並不是很多 但是呢給了我們一種不同的體驗 就是你坐在這兒 能夠安安靜靜地享用一頓美食 我覺得 這是一種完全不同的體驗 我來 有月已經六年了 這是我第一次在時代廣場 看到人這麼少 能夠安靜地坐在這兒吃一頓美食 說實話 也非常的不容易 這兩份食物呢 不包括飲料的價錢是20塊 但是這個價錢呢 因為是在時代廣場 所以稍微有點貴 這杯飲料的價錢是7塊 但是正常的話 可能 我估計有個4塊錢應該就夠了 所以這一頓飯總共是27塊 一頓宵夜用完之後呢 時間來到了差不多2點鐘 實在廣場還是很多人 但是呢 我們要回去睡覺了 我是幼小舟 那我們明天見 拜拜 坐下 開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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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